而农业处除了在凤林镇召开了动物收容中心的供听会之外 包括了凤林镇的代表和民众也提出了包括 肉品市场迁移死废处勤生物处理场的停建议题 林荣里长陈娇媚更要求花林县政府能够正式的回函 给予明确的答复是否要停建 花林县政府肉品市场设立在林荣里已经有40年之久 当地民众表示肉品市场的载运载杀猪肢 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了猪肢载运道路的污染 与每天杀猪照应的问题 所以都很臭这样 很臭啊 现在还有跑吗 现在不是没有跑 现在我不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看到 没有都从这边过那个 尿尿那个一直过去啊 很臭 一台过去有一台很臭 陈娇媚里长说 肉品市场已存在40多年 每天听见杀猪的吵杂声 让他们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也特别建议是否可以进行前移 你上线的社会也是这样 为什么只做了东西 因为我们都会承受呢 那你又没有住在哪里 幸福了 还有我们的村长 还有一些工作村长 你当然不知道这个 这个错误是怎样 但天哪 你如果是不相信的话 你们可以在那个后果市场旁边 让你一起进去看看 你就知道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是过了什么样的生活 在这边 我就是 我也是很激动 婚姻很激动 经济社会是在外国 他不外国 他不外国 就是外国 代表的迪达 还有我们公司 都代表的迪达 民主就是这样子 你不是都在外国 所以不在于 拜公 学府 拜公的村 你这个肉品市场 已经让你住 40年了 40年了 你都想说 是不是能够签到来 你要再来 华林县肉品市场 设立在林中里 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不管是在租资的运输 或者屠宰过程 造成他们生活上许多的困扰 当地民众表示 反映了许多年 希望肉品市场能够迁移 还给当地居民好的生活品质 而这也是林荣里居民所期盼的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